该目录根据中国人口疾病罹患情况、医疗技术水平、疾病负担和保障水平等,参考国际经验,由不同领域权威专家,按照一定工作程序临时产生,目录广泛征求了相关部委和行业意见并达成一致。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、科技部、工信部、腰间总局、中医腰管理区五部门联合公布,第一批罕见病目录,首批目录纳入了血友病、白化病到120亿种疾病,因兵捅挑战活动,被社会公众属职的罕见病见动人争,机会做厕所音话也被纳入,目录的出财产提高要请对罕见病又要的研发积极性, 加关罕见病药品伤势进程,从而改善罕见病患者的生活质量,并将来罕见病药物纳入医保提供参考医治,见动人症、血友病、白化病等疾病分纳入。 业内人士认为,此时将加快罕见病药品上市进程,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、鼓励药品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, 加强我国罕见病管理,提高罕见病治疗水平,维护罕见病患者健康权益。 近日,国家卫生健康委、科技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,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,五部门联合引发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